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 读诗词听故事给孩子一个 有诗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妃 在上一集我们讲了 唐朝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 所写的江畔独步寻花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首诗是杜甫 当时他定居到了四川成都 然后在成都西郊的宦花溪 旁边盖了一间草堂 就是后来著名的杜甫草堂 那么在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他就独自在锦江的江边 一边散步 一边欣赏着美丽的景色 然后写下了江畔独步寻花 七绝剧的一组的诗 我们在上一集讲的 那是其中的一首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黄尸塔前江水冬 春光烂困 以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 爱浅红 黄尸塔前 有着一江的碧波春水 滚滚向东而流 温暖的春天 会让人感觉困倦 只想在春风里美美地睡一觉 一株无主的桃花开得正盛 究竟我是爱着深红 还是更爱浅红呢 好 那我们这是回顾了上一期讲的 这个江畔独步寻花 那么今天我们讲另外一首唐朝诗人 杜牧所写的清明 杜牧 小礼杜 上一节我们讲了大礼杜中的杜甫 今天我们讲杜牧所写的这首诗 这首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诗 叫什么呢 叫清明 杜牧写这首诗呢 写的是在一个清明节的时候 他在路上行走 那么正好呢遇到了下雨 清明节的时候呢 通常会下雨 那么清明呢 虽然说是柳绿花红 春光明媚的这样的世界 可是也是气候呢 很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 通常会闹天气 那么远在这个梁朝的时候 梁代呢 就有人呢 记载过说在清明前两天的寒时节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寒时节 寒时节这一天呢 人们呢是不能够生火做饭的 只能吃一些个冷食啊 寒时节 往往呢会有叫急风甚雨 就是说清明前后呢 往往会有非常不好的天气 如果是正好赶在清明节这一天下雨 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泼火雨 那么诗人肚目碰上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清明 清明节呢 我们都知道是中国的二十四个传统的节气之一 在杨历的四月五日的 四月五的这个初五的前后 那么当天呢会有一些个像扫墓啊 踏青啊 插柳啊 等等这样的活动 那么在皇宫里边呢 会把当天的当做秋千节 然后呢 这个很多这个后宫的都会放置秋千 让这个嫔妃啊 坐秋千去去玩秋千 清明时节雨纷纷 就说明这个雨啊特别多 在这段期间呢 经常会下雨 路上行人遇断魂 说什么呢 说这个伤感太深了 就好像呢 痛苦的灵魂啊 要和身体分开一样 断魂是指的神情非常的欺切 然后呢 烦闷不乐 那么感觉跟丢了魂似的 那么这两句话就是说呢 清明的时候啊 阴雨连绵 飘飘洒洒 下个不停 如此的天气 如此的节气 路上的行人呢 都是情绪低落 神魂散乱 借问酒家何处有呢 这个是杜牧呢 去向路上的一个人去问 说借问这位小哥啊 就说请问酒家何处有 那么牧童瑶指姓华村 杏华村呢 是指杏华深处的村庄 那么基本上呢 据考证的是说 这个杏华村呢 在安徽桂池秀山门外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具体我没去过啊 那么当然了 因为受杜牧的这首诗的影响呢 后人很多用杏华村来作为一个酒店的名字 杏华村呢 什么太白居啊 什么的啊 现在山西呢 还有一种 这个有一种名酒呢 就叫杏华村 那么所以这首整首诗的意思是说呢 江南时期 江南的清明时节呢 细雨纷纷地飘洒 路上的行人 各个断魂离魄 借问当地之人 何处能够买酒交愁 木童笑而不达 瑶指姓华山村 那么这首诗呢 还有一些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有的人呢 说就是说 批评这首诗啊 说这个诗呢 写得有点啰嗦 为什么你要写成七言的呢 有的人觉得这个五言 就完全可以把这首诗的意思 表达出来 你看比如说啊 他们是这么说的 他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了 所以呢 时节这两个字可以去掉 叫清明雨纷纷 然后呢 第二句路上行人 欲断魂 就说这个行人一定是在路上的 如果是在家里 那个叫这个叫什么呢 叫宅男啊 不能不能在路上 所以呢 路上也可以去掉 叫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酒家何处有 本身就是在问 你可以直接说酒家何处有 那么第最后一句呢 木童咬指姓华村 就说呢 为什么一定是得木童才能咬指呢 这个渔翁不行吗 侨夫不行吗 所以呢 有人说呢 这个诗里边每一句呢 去掉两个字就会变成这样的 叫清明雨纷纷 行人欲断魂 酒家何处有 瑶指姓华村 听起来也不错 是不是 好 至于到底是哪一样的比较好呢 这个每个人心中的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只是呢 我们只是呢把它讲出来呢 给大家增加一点小小的乐趣 好 我们今天的一天一首诗呢 先讲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等一下再会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 小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和小雪一起走进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我们今天跟着紫菲老师学习了一首怎样的诗 是唐朝诗人杜牧的清明 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清明 为什么是非常著名的 清明呢 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之一 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节日 也是人们会亲近自然 踏青游玩的这样一个节日 一般是在农历的4月5号前后 也就是春分后的第15个日子 那么清明呢 它跟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 小朋友们不要忘记哦 这可是一个知识点 那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清明这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雨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桶瑶旨庆花村 这首诗呢 写的就是说在清明的时候 这种春雨中看到的一个景象 第一句呢就交代了这个情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 交代了时间和地点 第二句呢讲了人物说 路上的行人欲断魂 那第三句第四句呢 则提升了整首诗的这个含义 怎么讲让我们来看看 这首诗到底什么意思 刚才已经说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 纷纷这个词形容雨啊 不是大雨不是那种瓢泊的 不停的往下扑洒的雨 它是那种纷纷的飘雨 那路上的行人呢 就是这种积履之人 每一个人呢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欲断魂 好像说这里的魂可不是指的灵魂 应该指的是说精神器上的一种 心里的这种纪念信仰 这种信念寄托 所以说欲断魂 接着呢 借问酒家何处有 大家都知道 有的时候这种心情不愈的时候 你就想要喝酒 有一些人会想喝酒 小朋友们可不要这样做 就会想要说借酒消愁 借酒消愁的时候就说 借问酒家何处有 这个时候呢 木桐笑而不达 咬指着远处的信花村 整首诗呢 就是描述的这样一个故事 感觉意境非常的幽远 因为最后呢 作者并没有说把这个 让大家知道就说 到底是找到了酒家没有 或者是说行人又一路 怎么样匆匆的赶往了酒家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点名 只是留下一句意境深远的说 摇指信花村 感觉这种诗里头有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 没有素完的这样一种感情 那我们来讲一讲 今天这个汉字会是哪一个字 我们想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我们来讲的就是断这个字 断呢 笔画术是十一画 它的偏旁步手是这个金字旁 就是一金两金这个金 那它有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长行的东西 从中间分开 比如说断裂 断层 断面 截断 断长 断魂 断线 风筝 都是这个断 怎么讲 不管是什么东西 平时我们把它切断 扯断 都是指的长行的东西 从中间分开 那除了这个 从中间分开 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不继续的意思 比如说 像我们平时说的 静绝 不继续 那我们用到这种断粮 断水 断奶 断催 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现在已经没有了 静绝了 不再继续有这样的水和食物供应 断粮 断水 那它同时呢 还有这种 判定 决定 的意思 那平时像我们说 判断 诊断 不管是法官去判断这个案子 还是说 医生帮我们诊断 我们的病情 都是判定 决定的意思 最后一个意思是 一定 绝对 比如说 断然不可 断乎不可 就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刚才呢 其实我就提到了 今天我们将会学到的成语 这个成语就是 断然不可 那断然不可 和普通的不可 有什么不同呢 断然呢 指的是 坚决果断的样子 可呢 是可以 能够 断然不可 是 坚决不可以 坚决不能够 平时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 如果有人 让你去做一件 让小朋友去做一件危险 比如说去碰火呀 碰电这种时候 你就可以用到 断然不可 这个词 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安全第一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接下来 让我们跟着 紫菲老师 一起进入今天的 中华小故事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 各位好 欢迎来到 诗词大世界 节目中 我是紫菲 那么现在呢 进入了 中华小故事环节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故事呢 非常非常的有名 叫什么呢 虎甲虎威 虎甲虎威 狐狐 假借老虎的威风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说从前呢 在山上 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呢 住了一只大老虎 也可能是 吊金白鹅大虫 那么因为老虎肚子饿了 所以他就跑到外边来 找吃的 那么当他走到一片 茂密的森林的时候 突然看到前面 有一只狐狸正在散步呢 嘿 老虎可美呀 这好机会啊 于是呢 一纵身跳过去 嘣 把这个狐狸呢 给抓住 那么这老虎抓住狐狸呢 正要张开嘴巴 吃这个狐狸的时候啊 哎 填饱肚子 那么这个狡猾的狐狸 突然说话了 哼 你不要以为啊 你是百兽之王 你就敢把我给吃掉 你要知道 上天已经命令我 当王中之王 无论谁吃了我 都会遭到上天 非常严厉的制裁和惩罚 他这么一忽悠呢 老虎听了狐狸的话呢 半信半疑 你说不信吧 他有点怕 你要说信吧 就这么一个小狐狸 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可是他看到狐狸那副傲慢 镇定的样子 一点都不害怕 他心里呢 还真的是犯嘀咕了 哎 原来这个老虎呢 非常嚣张的气焰 然后呢 就不知不觉 已经消失了一大半 但是呢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 到了嘴里的这个美食 他毕竟饿了嘛 他想 我老虎啊 是百兽之王 天底下任何野兽 见了我都会害怕 可是这个狐狸说 它是上天派来统治我们的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那么狐狸啊 就见老虎呢 迟疑着不敢吃自己 嗯 狐狸心中偷偷乐啊 我刚才那套这个说辞 老虎呢 看来已经相信了几分了 于是呢 他就更加的神气啊 听起胸膛 然后指着老虎的鼻子说 怎么 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好 那咱们验证一下 现在你就跟着我走 你走在我后边 看见所有的野兽啊 见到我之后 是不是吓得 昏不附体 抱头鼠窜 老虎一想 这个主意不错 到底看看 是不是 所有的野兽 都害怕 如果都害怕 那说明真的 他是上帝 上天啊 派下来统治我们的 是王中之王 于是呢 这个狐狸就大摇大摆的 在前边开刀 而老虎呢 则小心翼翼的在后边跟着 他们呢 走了没多久 就进入了这个森林的深处 就看到很多小动物啊 都在那边 有什么小鹿啊 小兔子呀 什么的 在那边觅食 但是呢 当这些小动物突然看见 狐狸 更重要的是看见 狐狸后边这老虎 不禁是大惊失色 是撒腿就跑 跑光了 这个时候啊 狐狸非常得意 回回头看看老虎 心说 怎么样 是不是怕我 老虎呢 目睹这种情况 也觉得心惊胆战 我天哪 看来这个狐狸是真的 上天派下来统治我们的 要不然怎么其他动物 看见它那么害怕呢 其实它并不知道 那些个动物怕的是老虎 它自己 它以为呢 那些动物怕的是狐狸呢 于是呢 这个狐狸狡猾的计刺 就得逞了 那么它的这个 狐狸的这种威势呢 完全是假借了 它背后的老虎 才能形成这样一种 有力的这个形式 去威胁那些野兽 而傻乎乎的老虎呢 被人家给愚弄了 自个还不知道呢 那么这个 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出自于战国啊 当时呢 战国的时候啊 这个楚国呢 有一个大臣叫做 这个戏谑 那当时呢 他手里掌握着兵权啊 那么很多人呢 很多诸侯国呀 老百姓都怕他 但是呢 后来有人就跟这个 当时的楚王就说了 楚王觉得 是不是这个戏谑的权势 比我还要大呀 有人告诉楚王说 哎呀 大王啊 您是不知道啊 他们害怕戏谑 不是因为害怕他这个人 而是害怕 站在他背后支持戏谑的 楚王您啊 所以呢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 用预言的形式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 凡是借着权威的势力去欺压别人 或者是借着职务上的权力 作为作福的 都是这样的这种啊 这个外强中干的这样的人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 虎夹虎威这个成语来形容 好 今天的中华小故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 诗词大世界节目中 我是子飞 现在呢 进入了我们 人人来被诗的环节 那么今天呢 请到我身边的这位小嘉宾啊 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很可爱 然后呢是第一次呢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所以要请她给大家 做一个自我介绍 来 告诉大家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好不好 我 我是Vivian 我今年六岁 Vivian今年六岁了 Vivian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电视台做节目 对不对 其实呢 我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跟你做节目 我也挺紧张的 我比你还紧张 心跳得很厉害啊 然后呢 Vivian呢 我知道今年六岁 是上二年级 对不对 嗯 一二二 对吗 嗯 然后Vivian 你跟我们讲一下 你 呃 你平时是不是要学习很多东西 你喜欢 都喜欢做什么呀 跟我们讲一讲 喜欢画画 喜欢画画 我帮你数着 然后呢 和游泳 哦游泳 好 和弹钢琴 弹钢琴 漂亮的小姑娘 都喜欢弹钢琴 还有呢 还有什么 没了 没了 嗯 你 背诗吗 学过背诗吗 哦 学过是不是 嗯 然后呢 学过背诗 那就是学过中文 对吗 所以你看你 嗯 游泳 画画 弹钢琴 还有背诗对不对 那那很厉害啊 然后你跟我讲一讲 你画画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喜欢画画 也在学画画 那么你最喜欢画什么 小白兔 小白兔 有个儿歌你知道吗 小白兔 怎么样 白又白 唉 两只耳朵树起来 爱吃萝卜 爱吃菜 好 没关系 那么维维你跟我说一下 你画的小白兔 比如说我现在 如果请你帮我画一张画 就是画一个小白兔的话 你心目中的这个小白兔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从上往下说好不好 小白兔先说两个耳朵 一个耳朵在上面 耳朵是什么样 长的还是短的 里边是粉色的 外面是白色的 对 里边是粉色的 没错 那么耳朵是长的还是短的 长的 有多长 这么长 这么长 好 好 粉色的 粉色的长长的耳朵 对对对 然后小白兔的眼睛呢 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在你心目中 眼睛应该是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 蓝色的大眼睛 特别漂亮对不对 已经有两种颜色了 然后呢 小白兔的嘴巴长什么样子 大嘴还是小嘴 小嘴 有多小 跟你的嘴比起来 谁的比较小 小白兔的小一点是不是 有多小 跟我们比一下 大概多大 这么大 那么小的嘴 那么小嘴 它吃什么东西 胡萝卜和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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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养一只小白兔的话 你可能会 你就会每天喂它 胡萝卜和青菜对不对 你会每天照顾它吗 会啊 看来你可能 看来你需要养一只小宠物了 那么看得出来呢 维维呢是 就是说对小白兔 是观察得很细致的 因为它已经细致到说 在这个小白兔的耳朵里边 真是粉色的啊 然后小白兔的话 它 小白兔比如说它在 运动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 是跑啊还是跳的 跳 跳 如果说让你画一只小白兔 画一只正在跳的小白兔 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子 因为跳的话 它腿一定跟平时有些不一样吧 它腿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拳起来的还是 伸开的 伸开的 然后呢感觉我们 如果你画一只小白兔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感觉这个小白兔 正要往起跳 或者已经跳起来 跳得很高很远 对不对 这是你心目中的小白兔 那么维维你跟我讲一下 你平时背诗的话 我知道你可能 你除了学背诗的话 学过几首诗了 今天我们要背一首吗 两个 学过两首诗了 今天你要背的是什么知道吗 清明 清明 清明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叫杜牧写的 然后呢我们先来背一下这首诗 等一下我再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好不好 清明杜牧 来给我们背一下 清明时节雨芬芬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出游 木桶瑶举信花村 非常好非常好 背得非常棒 那么这首诗你先告诉我 这个诗说的诗人呢 那这一天他在写诗的这一天 是什么样的天气 是晴朗的天气 还是下雨的天气 下雨 下雨的天气 你从哪一句里面看出来 它是在下雨 雨芬芬 芬芬 对了清明这一天呢 这个小雨啊 芬芬芬芳的下来了 然后呢 这个路上 他说路上行人 他走在路上碰到了很多行人 那么他看到行人的样子 你觉得行人是开心的 还是不开心的 不开心 路上行人不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他里面诗里面怎么说的 玉 断魂 玉断魂 感觉自己的这个魂都要没了 所以肯定是不开心的 那么这时候 他问了一个路人是什么 问了路人一个问题 他问了什么 他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酒家在哪 酒家在哪 对对对 他可能想喝酒了 他问酒家在哪 那么这个路人告诉他 酒家在什么地方 这个路人呢给他指了一下 他指的是个什么地方 他里面说他摇指什么地方 杏花村 杏花村 说明这个酒家在杏花村里 而且呢可能离 离他有点远 因为他摇指 就是很遥远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村子 叫杏花村 酒家在那里面 是不是 所以你就知道了 是一个下雨天 那么这个这个杜木呢 可能走在街上 哎 然后呢他去询问路人 一个酒 酒家在哪里啊 路人可能因为清明这天 大家心情都不是特别好 哎 那么维维今天背的这首 清明呢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很很明白 这里面的意思 他抓住了几个重点啊 下雨的天气 而且呢路上的行人 病心情并不好 然后他还知道哎 这个酒家在杏花村 特别的棒啊 所以呢这个维维呢 今天虽然是第一次上节目 但是呢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会给威维呢出一个视频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 那么希望大家呢 能够喜欢威维给她点赞 今天非常谢谢威维 然后呢要跟电视机 前面小朋友 我们回回首跟他们说什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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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